求订阅 你是属狗的吗 那最像 你怎么会有钱 哎你们在干什么 是没有妖吗 是谁啊 她就是我姐家的那个傻子 妈的你今天敢跟我好事 她不是夫妻 不是妈不不不不 是妈 你不要太莫分了 她可是你姐夫 谁要让你个傻子当姐夫 要不是钱家有钱 我早就弄死她了 我就打怎么了 這血涵液太過分了 父父不怪他 可是你不要給叔父說 要不然他就不給你搶了 能娶你了 嗯 父父送你的項鍊真好看 你要一直戴著 哎 你 哎 哎呀 記住 你喜歡我 父母喜歡 哈哈 老婆你幹什麼啊 夫婦 你不是想玩雪涵他們玩的遊戲嗎 我陪你玩 我們都結婚這麼久了 你該給親家留個種啊 夫婦不玩 夫婦我害怕 啊 親父 你是不是見過毒呀 連這你都忍得住 這 說了多少次 不准你上座吃飯 你怎麼就什麼情況呢 為什麼你們可以父母一起啊 我們也是你只有傻子能比的嗎 以後你就給我趴在地上吃 我不是狗狗 吃 哇你看 這傻子那條狗一樣 我不是狗狗 不是啊 我他不在這邊一會兒 你沒有結婚結婚過 我 夫婦也想上桌子去辦 住不想在地上 周雪芹 你為了這個傻子推我 你瘋了吧 讓我嫁給他的是你嗎 既然我是情婦的老婆 誰都不許欺負情婦 你敢打我 我可是你姐姐 我打的就是你這個水旁的東西 你這個壞女人 你這個壞女人 你不順直播呢 雪芹正在幹嘛 還不管管欺負 夫婦快起來 夫婦你要乖 她是壞女人 她是壞女人 但欺負你我就要欺負她 爸您看他們欺負我 你們要鬧到什麼時候 我連頓飯都不能好好吃嗎 難道我被欺負了還不能說嗎 爸你知道我為這個家付出了多少嗎 張家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可都是我賺的 如果必須錢再給錢 你能賺得了那麼多 我們現在張家能有這樣的發展 靠的不是你 靠的是錢賦 不用靠我 行那下午跟黃令的會議 你自己去吧 我不管了 不管就不管 我老婆比你厲害的多了 雪芹不要義氣勇士 別跟傻子一般見識 我可沒有他老婆厲害 他老婆厲害 就讓他老婆去唄 這可怎麼辦 爸 下午跟黃令的生意 我去談 一會兒的會議 無論張雪芹說什麼 這個沒問題 不過報復張雪芹 我更好 真是便宜你了 讓張雪芹身敗名列 黃總 我們合作的事 今天能把合同簽了嗎 北京第一次談收益 啊 這麼緊張 我不是怎麼吃人的怪物 是有點緊張 我做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還請黃總指出 說到不對 談生意 這個不客氣 自己一看 你比雪芹 不敢 我總能跟雪芹姐嗎 你太詮 derecho了吧 合同 我給你答應了 太晚了 比我 Jer vis 啊 王座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你以为 我求求你 不要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别怕呀 你妹妹第一次也害怕 到后面 她还不是爱的死去回来 啊 我今儿要看看 是你润 还是你妹妹润的 好 你谁 陪你穿 赶快做好事 老子今天就办 磨磨 磨磨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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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给我 虽然我知道这狠男人 但你一定要站住 那我忍不了他 你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什么 我想看看 跟我翻晕覆雨的男人 长什么样子 这看 就对你不好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还不是把事情搞砸了 雪涵 要不 你再去拜托一下皇帝 合同已经签好了 张安家还得扣我 哈哈 雪涵啊 你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呀 哎 原来脱光衣服就可以换钱呀 傻子啊 你说什么啊 夫妇看见了 他和皇帝呀 脱光衣服像小狗一样换来拱去的 你再敢嘴贱我就把你嘴扯了 老婆他打我他打我 你要扯谁的嘴 我问你 你要扯谁的嘴 秦总 小孩子们说话 那我当着 夫人 叔叔以前教过你有仇必报 这 把刚才那一巴掌给我扇 秦总 外面太矫正了吗 我矫正 让张雪晴嫁到我们秦家了 又让傅儿住在这 都是你求我的 现在 拿着我秦家的钱 打着我秦家的人 真当我们秦家好欺负 秦总 我不敢了 傅儿 快点车 我把你带来 我打了 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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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就你讨我喜欢 既然富尔已经原谅你了 我就不说什么了 起来吧 秦总今天来 是为了 不 你们最近要钱的频率是越来越多了 我就不能过来看看 这钱花到哪了吗 那当然了 不过这一过来呀 我也就知道了 这钱给你也真是浪费 所以呢 我刚才做了个决定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钱 都达到张雪芹的招呼 由他管理 这 他张雪芹 我踩在我头上 秦冲的脑子不会跟秦夫一样坏掉了吧 张雪芹可不简单 上次就你们 我不管张家管事的人必须是我 正好吧 夫妇喜欢了好久的糖 今天终于给他买到了 你们想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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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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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吗 我求求你 你们放了我吧 哈哈哈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 要钱是吧 哈哈我们的追求没那么低俗 我们要塞 大哥 机子已经准备好了 来来来干嘛 开始干嘛 啊 啊 别碰我啊 叫也没用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知道的 救命啊 哈哈哈 别碰我 啊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黄公子 你看起来很烦倒 自从车祸以后 有一段时间没见你 没有事情需要我解决 我当然要休息 你当然没事 那小子的灭泪已经被我控制死了 我不可能我车祸的时候写不出去 你当然没事 那小子的妹妹已经没有工资死 他不可能把车祸的事先出去 车祸的事情你处理得很棒 所以 我一看见你有新的麻烦 就立马过来帮你 帮你 怎么办 当然是帮你解决掉敌人 他 他可忘记去 我连他在哪都不知道 只要张雪晴出现危机 他一定就会出现 哎呀 老鹏老鹏 你发什么呆呢 陪我玩 好啊 夫妇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有一天 我喜欢上了别人怎么办呀 如果 过了一天喜欢上别人怎么办 喜欢上别人 那老婆你是不是就不能拍我玩了 我是说 如果想做别人的老婆呢 那你不要天天陪我玩 我就让你做别人的老婆 你对我这么好 我却对不起你 我不是一个好女人 老婆你哭什么呀 你们是谁 呦 就 你咋了 我保护你 床上玩车戏 死了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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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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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一個女人一個傻子女 大哥你覺得鬧得行不行 到底怎麼回事 不是那傻子有問題 他是個高手高手 你搞笑呀 那就是個臀傻的 如果他是裝得上吧 黃麗你去試試吧 我什麼都覺得我 帶這個傻子出來 也不知道你怎麼想 你就別煩老子 我帶他出來只有我的口 親父好吃嗎啊 我不不得拿呢 你怎麼這麼飛 我連個棒棒團都看不好啊 別哭了 我給你拿個水糕 哎 你真是個喊人 哎你這行了行了可心死了 我再給你拿 就你還想吃雪糕也不看自己配不配 就你還想吃雪糕也不看自己配不配 這是什麼 給雪糕醬醬醬過好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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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毛利你給他吃什麼了 剛才送回家一會命 啊啊啊 哈哈哈哈 秦夫这是怎么了 没没什么就是吃坏肚子了 吃坏肚子 吃坏肚子能吃成这样 张雪涵 是不是非得秦夫死了你才能不欺负他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好了别吵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秦夫好起来 要不然秦忠知道了 知道了有什么地方 是你带富儿出去的 生带往家里了吗 我问你话呢 叔叔都是我不好 没有照顾好秦夫 你要怪就怪我吧 别以为我不罚你 什么屎盆子都往自己身上扣 这想法是误会 误会 富儿是我唯一的家人 难道等你们害死了他 还要用误会两个转来放送我吗 叔叔 富儿 富儿 叔叔只有得你回家 秦先生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一定 机会 难道给你们的还少吗 从此以后 秦章两家 互不相牵 我刚肯定 秦夫绝对是个真傻子 现在 秦家和张家 已经彻底断绝了关系 你是张家 最大的赞助方 你不如干脆直接拿下张家 这倒是个好主意 喂 黄厉 现在请假撤资 你也跟着撤市吧 你知道张家的股票 因为你的过河拆桥跌到多少了吗 现在整个市场都超出张家 你总能让我做赔钱买的吧 哎 可是就凭你和我的关系 你也不能袖手旁观 我可没袖手旁观 我现在就大量没有张家股票 现在的张家 我说了算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要是让我开心 你就跟以前一样 还是张家一样 要是让我不开心 你就是股票的依然口 这一让我开心 就是你 是你叫我来的 我们长话谈说 现在张家的出境很危险 自从今天撤赫之后 弘厉购买了大量的张家股票 没有我 可是凭我根本没有办法 抵抗皇帝 去这个地上 找这个人他会帮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好 好 叔叔我拉好了 拉好了 肚子不疼了 這麼晚了也該回家了 哈哈哈不聽叔叔的話 走好 有人嗎 你終於來了 呦終於來了 啊這麼敏感啊 剛接觸過了男人不久吧 你這個人 怎麼都不知道害羞啊 那個人讓你來找我 不就說明你是她的女人嗎 讓我看看 你被她開發到哪一步了 我跟她只是萍水相逢 只是朋友 朋友 朋友她給你三千萬 我才不信呢 三千萬 好好利用這張卡 不要浪費她的好意 她是誰呢 不該問的事情啊 不要了 該見面的時候 會讓你見面的 如果我回家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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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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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現在是張家最大的股多 這是我剛花三千萬買的張家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現在我和你對等 你拿這麼多錢 你不需要知道我哪來這麼多錢 你只需要知道 我們張家還輪不到你來撒野 你是沒見張學生囂張跋扈的樣子 去 想個辦法把他趕出張家不就好了 趕出張家 作為張家的掌權人 有婚約在身卻出軌 照片一不小心被流傳在了娛樂媒體上 你說張家會不會容下這個人 你的意思是讓他出軌 不可能 他保守得跟他老太太一樣 只喜歡他那個傻逼老公 永遠不要以看到的表面去評價一個女人 而且 他也真的不會喜歡一個傻子 你按照我說的做就行 喲 傅兒 誰又惹你不開心 傅傅想要老婆 傅傅想要老婆陪傅傅玩 張學青雖然對你不錯 但他尊貴是張家的人 以後 在我面前永遠不要提倡的名字 哥就雪青是傅傅的老婆啊 哎呀我可以給你找很多比他還漂亮的老婆 好不好 傅傅不要 傅傅就要雪青 夠了 公司還有點事呢 啊 你一個人在家裡玩 哪都不准去 姐姐 喝了這杯水再走吧 看你最近那麼多時間吃 謝謝徐霞 哦 那我先走了 莊水婷真是對你的話題 你特別取笑了 我知道還不是跟你 還不是 怎麼會這樣啊 小美人怎麼大白天喝酒呀 不用你管 這可不能不管呀 像你這兒的美人 我一個人帶走可就不喝了 來跟哥哥們走 哥哥們都是好人 不會對你這麼樣的 來來來讓哥哥們看 別碰我 他媽的哪來的cosplay 回一邊去 這女人是老子的 不想死 趕緊跪 好 這女的歸你了走 你是吧 帶我去沒人的地方 這是外面不好吧 你們男人 不就喜歡野外的刺激嗎 趙雪芹 你徹底完美 沒想到 唐曹莊家千金打算 居然是歸你一半 我以為你就是個真潔烈腹 沒想到 你能欺負 黃黎我告訴你 我的名譽可不是誰想抵护 就可以詆毀 到底是我詆毀你呢 還是你不敢承認你自己 幹那些髒事 不 爸爸 張雪芹做風浦證不能再留家張家 爸 你聽我解釋 張家也投給你沒有證 你可以不要自己的生育 但是張家的生育不能讓你毀了 你還在這幹嘛 我滾 你說這個張雪芹都被欺負成這樣 這面具男就跟消失了一樣 不見了 我們演員說的 不見了 我自己也都在那裡 你還是在那裡 你都在哪 你都在哪 你居然說的 你都在哪 我跟你居然說的 我跟她說的 到底是忙还是找新妹妹的呀 听说你把张家二的小姐都拿下了 够厉害的呀 我接近张雪涵那都是有目的的 得了吧 你还不是看上人家出身好 长得又漂亮 哪像我这种修车工的妹妹 哪出的了您的法眼呀 看你说 你比张雪涵好看不 我就喜欢你 没骗我吧 我要是骗你 别说这种话 我要你好好的 你还知道心疼我呢 你是有很多女人 可是我只有你一个男人 当然心疼你了 平常 没白疼你啊 听说张家的房子又大又好看 我想去看看 顺便 再去张雪涵穿上他吧 你好骚 你都闹腾了一天啊 什么时候才能笑点 那夫妇就是想老婆了 就是想见老婆 想带老婆睡觉去啊 张雪涵他不是个好女人 再说了他也就背叛你了 我是不会允许他再进亲家的 叔叔夫妇就他救命了 就让夫妇见前老婆吧 夫妇以后保证快快听话了 哎呦 好不好 夫人 我答应你 啊是不是他妈西啊 哎 面包 前妇 不能吃 老婆 夫妇我好想你 夫妇终于找到你了老婆 怎么找到张家的 夫人天天在家里念叨你 真没想到 这么瞎见的一个女人 有什么好惦记 叔叔 那个照片是误会 误会 亲的那么忘我 还说是误会 夫人 我们走 夫妇不要走 夫妇想要 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 夫妇不走 夫妇想让老婆陪睡觉去 夫妇想让老婆陪夫妇 叔叔 谢谢你 夫人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希望你好好照顾他 如果发现 你再和外面的来人来往 我一定把你赶出去一下 是 叔叔 这个不能动 傅哥哥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面具 这个是一个面具 哥哥送给我的 是谁 告诉我 你弄疼我了 傅哥 这个面具可不能让叔叔看到 不然他快 不合心的 我刚才听见夫人喊疼了 到底咋回事 傅儿 没事叔叔 我刚跟傅哥哥玩游戏 不小心把哥哥弄疼了 好 我告诉你啊 这傅儿的身体 没有在手上了 好 早点睡吧 好 好 为什么我感觉情夫根本就不像傻子 不行 我得试试看 傅哥哥 我们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什么什么游戏啊 哎呀 老婆不要亲亲 书上说亲亲户有小宝宝的 父不想要小宝宝 秦夫 这里又没有别人 你告诉我 你什么 那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 我能 其实我是 奥特曼 你你你你你 秦夫 你别给我装傻 你到底是不是面具人 我是 超人 宝贝 你真好看 老板 这里可是张老的家 没事 怕什么 他那个平洋姐 你个畜生 这是张迪啊 你们对个局选寒吗 你居然把外面的女人带进来 你还有没有羞耻 你 老头 你凭什么管 我皇里想干嘛干嘛 你现在 可以在进学寒吗 学寒 不过就是那个管道而已 你不会真以为我对他有感情 你现在关注张警 感觉不欢迎你 啊 我 你赶紧走 我还注意 爸爸你怎么了 你醒醒了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明日 他知道我跟张老把这眼睛赶出去 所以回来冒头来 我被保护张老被打人过去 还登车 等我醒来就这样了 雪涵 我对不起你 面具人 杀人偿命 我一定要忘掉的头 雪涵 爸昨天还好好的 都这样了呀 这都是你那戴面具的情人干个好事 你才说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爸爸就是你那戴面具的情人杀死的 不可能的 这中间肯定是有误会 他不是这样的人 有什么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 这就是他家的好事 不会的 我不太见他会那么做 还不相信吗 他到底给你加了什么名要 爸已经死了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他不可能这样对爸 难道你要等我也被杀死了 你才相信吗 不可能 我爸 我爸 张雪晴 你要真是张家的人 就去给爸爸头 雪涵 你让我再看看爸爸吧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再看看爸爸吧 面具人一天没有找到 我就一天不会让你看吧 为什么把陈梅放走了 我当时一抓起没顾上那么多呀 我告诉你 陈梅不能了 他可是你杀死老张的唯一证据 陈梅不可能背叛我 我在告诉你 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你 如果因为陈梅要是结外生枝 我逼个杀你 你怎么会发心的事 你怎么会发心的事 我会发心了 五合修 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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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оме 一命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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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月十二 这份报告里明明是 那些车子对的都是书枪 可最后的经验 这是不是一番 我喝东西喝到我家了 我 你啊 你就是专门 你快 秦家那起车祸到底是怎么的事 我不知道 既然你不知道 我拿车检报告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忙 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今天你不说我是不会让你做的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抓这个烂摊的事不放的 那起车祸如果不管 就没人办 车祸 告诉我 到底 你怎么说 我会保护你 你就算 你要干嘛 有人花钱买你的命 都是你害的 好奇 你 你给他跑 你给他跑 这可是你最重 啊 說 是誰讓你來的 我是不會說 又不是你殺了我 說不說 就算我死 我也會告訴你是誰派我來的 哦 你還不說是誰 這不能幹到一個人 全廢物 這也不是一無所謂 最起碼你的人滑破了他的手啊 滑破手段有什麼用 我要他死 你有那個情 他為什麼要去當 當然為了你起車禍啊 他都沒說 沒錯 是為了那起車禍 我再問你 那時候 誰會更在意 請你 莫非是請出 但我看他 應該沒在意的車禍 什麼 聽起來 無愛的 也未經過 你不就是怕手外受伤报复身份吗 放心 我帮你解决 解决 谢谢 哇 是你让教学前来找我的 是 我就不明白了 我对你有味道 怎么就越喜欢他 确实我喜欢他了 他只不过是张先生用了获取现在的道具 我是东西 但如果你不喜欢他 我说我做什么都可以啊 情婦你推我 是不会和我不缺乏的结果 上后的事记得我处理 放心我帮你解决了 可我真的好帅啊 情婦 老婆 你怎么了 富哥哥 我爸感觉面具人害死了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他面具哥哥是好人 他怎么会伤害岳父叔叔呢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好人 夫妇就是知道 富哥哥 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其实 夫妇见过面具哥哥 他是好人他怎么会杀人呢 你怎么这么清楚 你真的见过面具人 面具哥哥是个好人 他对父母可好了 到底是哪个傻子告诉你 是雪涵告诉我的 他说红绿亲眼看见了 他们才是坏人呢 说的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富富有个主意 什么 富富可以让你跟面具哥哥见一面 你当面问清楚不就好了 富儿 这么忘了还不睡 明天还早起呢 你叔叔 富富正在跟老婆玩游戏呢 收 你老婆 你老婆 也很正常 虽然你的智商 但是这身体已经二十多岁了 喜欢跟老婆玩 正常 叔叔 你怎么也有这么不正经的时候 哟 可能叔叔老了吧 想抱孙子了 哎 孙星啊 这种事你要主动一些 虽然富儿的脑子有点欠缺 但这身体 不缺什么呀 是吧 我知道了叔叔 好好好 好罗叔叔 你快走吧 我还要跟老婆玩游戏呢 不要太晚啊 记着明天张雪涵还邀请咱们去参加 老张的葬礼了哦 叔叔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带我去参加我爸的葬礼吧 带老婆去吧 我可以参加 你参加 我可以参加 你参加 我去参加 你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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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加 我带老婆去吧 不去吧 哎 我带你明天去还不行吗 谢谢叔叔 哦对了 你待会儿去买套黑衣服 这理解方面再不用丢 嗯 库哥哥 你能帮我见的面具人是吗 当然可以了 那我想见 嗯没问题 放在我身上 啊 老婆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这点小伤呀 我简单包一下就好了 好吧 走吧 走了 早晚有一天 我要你身边站着的人是我 走 我 如果说你不要 我 你不想指望我 还在那 我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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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欺负我老婆 伏伏伏就打死你 你敢当着我的面打富儿 秦总 不好意思啊 许晗今天 可能就因为葬礼的事心情不好 终于有一个会说话的人出来了 那既然大家都到了 咱们就开始葬礼吧 首先 感谢各位愿意参加张叔的葬礼 其实张叔的死责任都在我 如果我能从面具男手上 不好意思 如果我能从面具男手上救下他 他就不会 没想到 你还把老张真的当作自己的亲爸爸 这么东西 佩服 哪里哪里 这段时间 我煞费苦心 为的就是给张叔报仇 好在我的手下不负重了 他们找到了那局 并且在搏斗过程中 在他的左手手腕留下了伤害 既然大家都在 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 就从各位开始排查吧 就从各位开始排查吧 至于第一个人 你这胳膊怎么回事 送福在家玩玩具车 玩伤了 玩玩具 我告诉你 你就是面具 叔叔他们冤枉我父母不是 再说了 有有伤就是面具人吗 那比别人就没有吗 好 那各位谁还有伤 亮车让我看看 所有 你这是怎么来的 我这是前两天出门被人划 被人划 他一定是全都划上了 父母划上他干嘛呀 你为的就是 第二个人跟你 就算你把张雪涵的手也划上了 也摆出不了你情形 除非 再看一手 受伤人给我看看 我 我手上也有伤 我手上也有伤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出 是被别人划伤的 那就会让划伤变得太可疑 我得重新想个理由 啊 是我自己 前两票 不小心划伤的 有没有搞错 如果手腕上有伤就是面具人 那我们都是面具人了 你们不要忘了 面具人是个男人 你到底是不是 你到底装什么时候 父母才不是呢 黄丽 你不要随便抓个人 就当凶手顶罪 你看秦副 像是能杀我爸的人吗 你怎么能判断 他这个样子不是装的呢 因为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 就是他的证人 那够了 没想到老张的葬礼 你们听了这么猛头照 老李 我也告诉你 我的富儿 绝对不可能杀死老张 秦副 我 我只是怀疑一下 怀疑 你没有资格怀疑秦家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走 秦副肯定不是凶手 他是傻子 你就别往他身上发了 那没用 关键是刚给我掉链子 黄丽 我掉什么链子 我还爽的是面具人 你为什么老是执着于秦副那个傻子 怕到最少发出激动男 他肯定就是面具人 我有直觉 却很相信我 够了 我现在觉得你跟秦副一样 脑子有病 乐死月之人的第一个傻子就是我 你怎么每次都罢我吓一跳 谁说你在找我 我有件事就想给你确认 你爸不是我杀的 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杀的 请者自欺 如果你不相信 我也没有解释的理由 啊 你跟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连解释都嫌麻烦吗 没有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要解释 如果你不相信 我也没有解释的理由 如果你不相信 我给你保证我记录你 我受法医过你 但是我自己冷静的想起了一下 我是不会怕我爸 你没办法 但是 但是 我还是有件事情想拿给你 你说吧 如果我能做到 我一定会保 不行啊 你帮我找一下 杀我爱的生存 我明白 以我自己的能量 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 我只能给你考虑 如果只能依靠 那就你只能靠下去 我特定了 不行 这就是你让我掉下的 陈梅和陈梅的所有资料 这陈梅 她有个妹妹 对 陈梅和皇帝是在修车行认识的 后来皇帝顺势认识的 她妹妹陈梅 在陈梅不在的这几年里 都是皇帝把钱转到陈梅看 所以啊 他们的关系一定密不可分 从皇帝在造礼上的所谓从来看 那群大手一定是她的 想必她和陈梅 也有这一无可分的关系 可惜 将陈梅给跑了 没关系啊 找不到陈梅就找陈梅呗 她这几年也没有刻意躲避 所以找到她就找到陈梅了 有可遇好吧 我想分这条件 这两兄妹都有皇帝吗 啊 我是吧 我看到那个 戴着面具的变态了 你别跑 我真不是变态了 你真是很危险 真是很危险 你放屁 你不是变态 你站在那去干嘛 现在这种这种聊一下 有什么好聊的 说了多少遍 我不知道这想办法的事 你再看住 陈梅啊 我这很不需要的 如果你不 现在已经有人去 我不希望你保护 只要你不来找我 我们就安全 皇帝是不会给你安全的 要想活命 就赶快把明明说出来 你不已经知道皇帝了 你还缠着我们干嘛 你直接去找他呀 现在还不是我暴露什么的时候 你别想了 我们是不可能相信一个 戴着面具的变态的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变态 面具只是伪装 谁管你面具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哥哥是不会帮你的 大哥说了 他们两个兄妹活跃见人 死人 小小去找我 我没事无辜的 有我在 那么谁也会有声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是自从上次之后 我能和你误误他 好 每Queitter 你干嘛 你干嘛 慢呀 赶 punch 快 晓农 我的回去 algunas 现在皇帝抓住是有给刑干 那不会对你怎么样 如果他抓到 variables 你得上 你怎么 就找个地方 acesso 明天来公团找你 富尔 你跑哪去了 叔叔在公团王 叔叔现在就回去啊 这富哥哥每天跑出去干嘛呀 我都要看看去哪里 我 这总是难错语看 啊 您好 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个穿绿衣 居然好奇怪啊 穿着裙子还穿着皮鞋 还有腿吗 这不是男厕所吗 哎 哎 美女你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不能和女约会 虽然说我知道我长得很帅 但是我现在真有事 那咱们俩可以加个微信啊 等于约会真的不行 你确定你要加我微信 不是今天别人跟踪 实在不方便 所以才这样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啊 哎 改变我也整 好了说正事 如果你和你妹妹想不论 是把当年发生撤退的 所有的经过 说了只有死 相信我 我都不敢你这面目是人 你拿什么宝 你该认识我吧 你不是傻的吗你 如果不装傻 我怎么弄清楚当年亲家 发生成果的事情 甚至 在病床上我觉得 一样都没人生死 现在我已经把面具去了 真的 当年确实是我们在检查 出社后的演员 当我已经检查完地方 发现 是因为人在机会动手机 我把报告写完后准备上交时 行李走下 给了我一大笔钱 因为当时他正好我妹妹交好 行 行 出了黄历 你还见过其他人 没有了 空头到尾 只有我和黄老子在一起 陈磊陈梅在我手上 你有什么从我来别动妹妹 明天来郊区工厂见一面了 见完后我就放了这位 如果你们来 后果自负 你不能去 如果你去了 让黄历 你们兄妹俩都有危险 我当然也知道 可我不去怎么办 那是我妹妹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一个情人 我可以答应救你一个情人 没人让我 我求求你 你这个发言我就不明白 你既然已经知道是黄历姿势动了 你直接找黄历报仇不就行了 弄这么麻烦干嘛呀 因为他就不是真正女后妹叔 如果他是策划车祸的人 那他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活在秦家 可为什么偏偏没有对我叔叔注射 在我叔叔接管秦家之后 他就再也要做出危害秦家的事情 你再说 有可能秦冲 才是一起来走啊 我只是怀疑 但我没有证据 所以我需要你做证据 只顾我 把他逼到穷途目楼 如果那时 我叔叔都做起来 我才能摘下上海的情人去 金主爷 我带你 怎么 几天不见 是不是 混蛋 你跟我说的那些都是骗我的 感情上的事 你不会真以为我跟你心情 你还不喜欢我为什么要骗我 我不接近你 谁跟我一起说服陈伟兄弟 你知道那也就是我哥你都不是一个神 跪 等我弄死你哥我再慢慢 你把他拖着 哥 这不成脸吗 你注意点 你把他弄成 哥 你别打我哥 你把他拖着 就几天你也肯定有那么多 啊 我和我家 那是没关系 但是这件事 我妹妹没关系 他根本不知道车祸 他是不是车祸没关系 但是他看着不上司律 这就租住 你们两个兄弟 一个 我现在可以不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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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哪 没想到 还有一半 你们这车能放一块 放弃吧 你是没有神经 谁告诉我 今天你们一个也没有活的力 当年停家那起车祸 幕后的元凶忘了 哎 你笑什么 我 有人告诉我有利可足 我就干 你要是想找最低过去 不是 我也不懂 我有习惯你 可以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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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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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老子换一个 死了 你没事没事 我手机啊 才来才来你别动我手机啊 情话 可以我 走后面 哥 我不要你 哥哥 我答应你 来住了 怎么还在意呢 什么意思啊 对陈梅 陈梅让我回来上 我只能把他带回来 让你找我一下 先是一个张雪晴 又是一个陈梅 怎么每次你懒得烂摊子 都让我来收拾呢 因为只有你 才是我给吴梅的一些信任人 好了 好了 准备一天没休息 去收拾一件客房上的车 收拾什么客房啊 出我这就行了 这 这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部分事的 这样方便我照顾他 是一个陈梅 我 是一个陈梅 你这又是哪个陈梅 大错了 你不是说 你不喜欢张雪晴了吗 所以我决定 这是追求你啊 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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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 好吧 我就只是拿你当兄弟 给你这么个心情 我这么急贫 你不拿我当老婆 你拿我当兄弟 我怕你是真的傻吗 你怎么了 我没有哥哥了 哥哥不要我了 我没有哥哥了 你冷静 我可以说你哥哥 你是认真的吗 我当然是认真的 现在既然把你祝福给我 我就会像亲妹妹一样对待你 哥哥 喂我还站在这里呢 你们俩能不能收敛一点 二娃 我只是拿成没当亲妹妹而已 今天是叫妹妹 明天就是叫宝贝吧 都是女人谁不懂谁啊 不就是会装柔弱耍流氓吗 我也会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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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二娃你放开 凭什么要我放 要放一起放 我才不放呢 这是我一个人的哥哥 这是我给哥哥做的标记 以后你就是我一个人的哥哥了 那你会留标记是吧 我也会 老婆老婆 你跟夫妇玩小车车 好陪夫哥哥一起玩车车 富哥哥 你最近都一直往哪跑呢 我怎么都找不到你 最近夫妇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嗯 那你最近跟面具人有关系 有关系吗 你们见面吗 嗯 你这个我找了好多好多人 那他有没有提到我 老婆 你是不是喜欢面具哥哥呀 谁说我喜欢他了 谁会喜欢一个 乘天戴着面具跑来跑去的变态 我才不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 富哥哥 我胳膊上的牙印是哪兒來的 夫婦也不知道 不要再也那麼多 我們一起玩小車車 這個大小一看就是女人咬的 富哥哥 你這兩天在外頭交女朋友了吧 怎麼可能 夫婦都有老婆了 不會去找別的女人的 那富哥哥 你知道老婆是用來幹嘛的嗎 我弄了愛的 那你能不能騙老婆呀 那好 哥哥哥 那我就問你 你到底是真傻還是假傻 我今天就給你這個機會讓你告訴我 如果你今天不告訴我 以後再告訴我的話 我可是永遠都不會原諒你的 我不是真傻 你為什麼要裝傻 你為什麼要裝傻 那你為什麼裝傻 自從車禍後我醒來 因為父母的去世 唯有深陷滅 家族的所有掌控權 慢慢都交到了叔叔的手上 如果讓凶手知道我還活著的話 我一定會被殺死在冰窗上 所以 我只能一邊裝傻 一邊尋找凶手 這麼說面具人就是你 是 那你幫我查到殺死我爸爸的凶手了嗎 是誰殺了我爸爸 是黃莉 黃莉 這個混蛋 我要去殺了他 你放開我 我要去殺了黃莉 黃莉 黃莉現在不能死 他與那些車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如果他死了 我可能這輩子都不知道慕虎熊手是誰 太可惡了 姐 你我在 我一定會你不住 真的嗎 我哪一次騙我你 相信我 又沒有戴面具 也沒有裝傻 你這個樣子 我還真有良心嗎 這就是我本來的樣子啊 不喜歡 喜歡 悲傷心 你脖子上這個又是怎麼回事 學姐 你聽我解釋 這一切都是誤會 別給我解釋 我從小到大就沒受傷 面具難別讓我抓你了 那否則我 否則怎麼樣 快快快 告訴我 到底是誰讓你在車上做的手腳 啊 我 不是 我不說我真不知道 啊 看來 還是 啊 啊 啊 大哥我真不知道 我才他每次戴個躲破 我連他臉都沒見過才跟你繞 啊 啊 啊 別別 我沒有 啊 我說的是真的 這是他得到手下 我就負責收買張的 他他要親家的 到底是 我 知道呀 啊 你終於來了 今天我一定讓他死了 啊 啊 我 我 他就你還想殺完 跟你同我多少刀 我多少家被賦環 落死他來上人弄這幹嗎 我操你媽就你還想殺完 跟你同我多少刀 我多少家被付寰 上人弄死你 倘著幹嗎 我覺得 在弄死他之前 还是先弄死你 你 为什么 你已经没有用下证 对我来所知容易起 你就是车祸的不够凶手 那又如何 你又打不过我 你是我见过工府里面最好的年轻人 如此造化 实在能流量 什么废话 今天就是你死 就是我 我可不想商量 你我都是用另一种之分 活在众人的实现 不如咱们做个游戏好不好 休息 看看我们俩谁先发现了 对方的真实生子 混蛋 谁要跟你玩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老虞 老虞 你什么时候 老虞 毁子 毁子 呃 呃 寻货 你要的萤光剂我给你买回来了 不过 你要这个干嘛呀 过段时间就知道了 嗯 過去 啊 再來 那怎麼可能呢 我還以為你天天往外面跑 劫持了心朋友 就把叔叔給忘!!! 蘇叔你事面 Lancan 明明是你沒有時間回復我 是ok 好 今天 好好玩玩 哈哈哈 哎呦真好 哎 這四老頭記的那真好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走跟我去個地方 你帶我來這兒幹嘛 既然你知道我不是真傻 那是時候正式介紹二男女人是嗎 走走 呦你們來的正好 快不夠好吃的 那你幹嘛吃啊 這兩個快吃啊 二萬姐姐做的飯可好吃了 來我餵你一口當著老婆的面加菜 這不合適吧 有什麼不合適的 她是我哥哥 哪不合適了 既然你把她當哥哥 那我就是你嫂子 嫂子說了不合適 其實說起來 琴腹身上的牙印 是不是你们两个咬的呀 我都没有说过 你们就那么群人了 要不我给你们介绍了呀 得到有什么了不起的 留得住才是真鬼是呀 这么说是要巧了 要有起义算我 巧了 叫你来不是吵架的 有这事儿说 黄丽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那昨天在渡温游室 我要去看 我也要去 而且我要带雪涵一起去 不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可是现在那个神秘人 非常危险 你们自己一定要小心 如果张雪涵不写 把这鱼鱼放进去 就这么放他们去 安全吗 黄丽 张雪晴 是你杀死了黄丽 人不是我杀的 我也是接到他的死的消息 才带你过来的 我今天带你来 就是要让你看看 他在杀害咱爸的 杀死咱爸的凶手 你到底在说什么 杀害咱爸的人 根本就不是面具人 就是他黄丽 不可能 他叫陈梅 也是黄丽的女人之一 咱爸遇害的那天 他也在场 那天 你爸发现了黄丽 跟我在你家偷情 他恼羞成目 把黄丽大骂了一顿 结果 黄丽一尸手打死了你爸 最后 将你借了嫁祸给了面具人 不可能 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 你听着这个 但是他肯定杀死这个 不 不可能 我怎么会相信 一个杀死我爸的男人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相信 一个杀死我爸的男人 雪涵 雪涵 你看着姐姐 你冷静点 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你也是受害者 姐姐 我不应该为了他 把你赶出张家 我是张家的罪人 我对不起张家 没事的 姐姐不怪你 带姐姐回家吧 姐姐想家 我还是第一次 去偷偷摸摸摸来张家 你说还挺漂亮的 天美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了 姐 你怎么愣着不走啊 花生 有个人 你谁啊怎么在我家 雪涵 雪涵 那个人很危险 啊 好歉 没有用啊 雪涵 你这个混蛋 我要杀了你 雪涵 我要杀了你 雪涵 你别冲动快跑 啊 据我所知 你们都是和他有亲密其处的人 所以 抓住你们 他只有成为我手中的玩物 救命 秦夫别在这里了快去救人了 秦夫 这是什么 这是阴光剑 这样我就能震到凶水水水 难道说 你让他们去看黄磊的师傅 为了丢上他们单独行动 再让神圣人和他们亲手 没错 因为我出手的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错过 我就再也找不到秦冲幼儿的证据 你说什么 雪芹脖子里面的项链 用我放的追踪器 如果秦冲没有等我的玩具 那么 我用雪芹做幼儿的时候 我也能知道 是否是秦冲幼儿的雪芹 如果让她知道 你用她做幼儿 要asho lensky 你能照着 我把这块钱发现 再给你 你 走 这位 这位 我 老义 怎么说说 我这换了一身衣服 气质的变化 真没想到 原来是你 福尔坐 我问你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在黄绿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文件袋 就跟那天我藏在你办公室桌子底下 你拿走的那个 所以 所以你就开始怀疑我 福尔一个文件袋用的说明是吧 一个文件袋 当然说明不了什么 所以我就在玩具车上涂了荧光机 可是同样的荧光机啊 却出现在了张群海的过温车 原来如此 原来 你是以张雪晴为鱼饵 想吊我上钩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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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我的职儿 不过 不过 你的聪明 怎么越来越向你爹了 让不爽 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已经害死了 你这些人 我说你这些人 是什么 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赢 不 你有种 你敢不敢 再陪我玩第二次游戏 第二次游戏 这次玩 看他能不能救出张雪晴 这次玩 这次玩